俄乌冲突爆发后 德国一面跟随欧盟对俄罗斯进行制裁 一面又打脸不敢制裁天然气 那德国对俄罗斯的天然气需求有多大 俄罗斯作为地跨亚欧大陆的国家 不仅是世界上的军事大国 更是资源出口大国 石油和天然气都是俄罗斯的重要出口资源 而其中天然气的出口国家主要是面向欧洲 而欧盟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进口经济体 其能源消耗的25%都是来自天然气 而这其中有从俄罗斯的进口份额就高达41% 对于其中部分国家来说就更高 波罗的海三国和芬兰作为俄罗斯的邻国 瑞典又和俄罗斯隔海相望 在区位上离俄罗斯都非常近 所以对于俄罗斯天然气依赖度高达100% 而德国对于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度也不低 达到40% 相比于身边法国的18%两倍都不止 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德国是一个典型的以工业立足的国家 德国的制造业享誉全球 但是工业制造离不开能源 而且除了工业制造 普通民众做饭取暖都需要天然气 特别是在冬季的时候 所以德国对俄罗斯的天然气就更加依赖 由于天然气的气体形态的特殊性 想要进行运输便是通过管道 于是俄罗斯和欧洲各国在亚欧大陆上建设了多条天然气管道 从上个世纪50年代还是苏联时代 发现了大储量的天然气时 就通过现在俄乌克兰修建管道 经过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延伸至当时的东德 被分别称为联盟管线和兄弟管线 也顺便照顾一下西德 进而从德国再分散到西欧各国 从此欧洲对俄罗斯的天然气的依赖度也越来越高 但是苏联解体后 乌克兰与俄罗斯总是不对付 为了输气管道的安全 又在乌克兰北部修建了一条经过白俄罗斯的亚马尔 欧洲管线 还在波罗的海上修建的北溪一号管线 都是主要通向德国 德国也自然成为俄罗斯天然气重要的出口国 所以如今尽管欧盟因俄乌冲突制裁俄罗斯 但作为欧盟的 优优独自然的 i know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而且相比于石油天然气属于清洁能源 更加适合德国节能减排的目标 所以德国才会如此依赖俄罗斯天然气 如今俄罗斯天然气供给减少 德国储能欠缺 那德国该如何摆脱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呢 俄乌冲突对德国进口俄罗斯天然气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首先是在北溪二号项目的书企管道项目上 德国就被迫停止审批运作 而北溪一号老化需要维修的零部件 又收到加拿大等国卡脖子 而减少天然气的输送 对俄罗斯来说仅仅是损失点收入 但是对于德国来说是要命的 随着冬季的来临 居民用气的增加工业耗能将受到威胁 如果断供将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 那么俄罗斯可以从其他国家进口能源吗 首先是石油方面 且不说德国周边的国家中 英国 罗马尼亚 乌克兰等国所产的石油 杯水车金 即使从其他产业国增加大量石油进口 但是德国的能源结构是固定的 使用天然气的工业设备 不可能突然变成烧油的 民众的家用天然气也不能临时更换 那么最好的方法就是从别国进口天然气 弥补从俄罗斯进口量的不足 但是天然气能源属于区域性的能源 只能从较近的地方进口 环顾四周 地中海南的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 可以出口天然气 但是主要攻击欧洲三大半岛上的西班牙 意大利和希腊使用 而更远的中东地区的天然气资源 原水解不了尽可 而占据小亚西亚半岛的土耳其 是修建从中东到德国的书记管道的逼经之路 而土耳其在国际政治中 一直是一个不稳定的因素 说不定还会出现乌克兰一样的问题 并且即使通过了土耳其 还要至少经过保加利亚 罗马尼亚 匈牙利 奥地利等国家 需要交涉的问题很多 那么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进口液化天然气 简称LNG 液化天然气是通过冷却将天然气液化之后 通过海运船舶运输到进口国 但是目前液化天然气的生产国 只有美国和卡塔尔 而且这种天气成本本来就高 再加上长途的运转成本更高 相比之下俄罗斯的天然气确实是最便宜的 而且有现成的运输管道 并且俄罗斯一直是正常旅行合同 只是欧盟总是作妖 俄罗斯并不是为一个好的合作伙伴 所以短时间来看 德国还是很难摆脱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